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沈平介教练还有曾昭雄教练 两位也陪伴了我们老爸老妈半年了 今天来到了最后一堂课 我们依旧要轻松复习口琴 今天我们来轻松复习的部分是包括 多孔韩法和低音伴奏 马上请出曾昭雄教练 有请 好 谢谢小薇老师 再次把我们介绍出来 时间过得真快 竟然这样就半年了 真的是好快 那么这是一个属于比较基础般的口琴般 只不过后来我们再多了两个月 就是再多得我们小薇老师的安排 让给大家再一次的 再升一层有机会时间再复习 因为乐器只是通过线上 要学有所成也真的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不过好多位本来原本有一些很基础的通过这半年 相信呢 是越穿越好了 有几位刘女士啦 我发觉到他们都在进步中 那么很抱歉的过去的几堂课呢 因为我都在跑动到新加坡去 然后有时候星期五是在路程中 那么有时候是在就是一些不适合开开视频来指导大家的情况下呢 缺席了 当然我们的灵魂人物呢 还是我们的省平街教练啦 因为他呢 我们才得以继续的继续的在线上呢 不断的强化加强自己的口琴的这方面的练习 来 我们接下来呢 今天虽然是最后一堂课 不过啊 不论是哪一个都好 我们时时刻刻都是在各种各样不同的曲子里面呢 去学习 那么我总是觉得我们这种年纪呢 会很怀念一些旧曲 那么我通过口琴呢 通过这些平街老师分享给我的这些 乐谱啊 好多都是旧歌 那么一吹起这些旧歌呢 就听到儿师爸爸妈妈在唱着的歌曲 然后那个时候收音机播出来的歌曲 所以觉得特别的有亲切感啊 那么就像这首《月桃花》 那么我其实之前呢 我对拍子没有那么注重 没有那么敏感 觉得一首歌只要能够吹完唱完 就觉得很满足了 不过后期掌握了拍子之后呢 发觉到很想把以前所有的歌曲呢 都重唱一次重吹一次 然后根据正确的拍子 节奏情感来吹的话呢 就好像就在重复 重复以前学过的歌曲呢 又在重复重复 Practice make perfect了 只要大家熟能生巧 不断的懂得歌曲 你再吹 你再吹今天吹 明天再吹 那么你听了一两堂课 也许有机会呢 小位老师可以再安排 我们马来西亚各国的一些很不错的口琴教练 口琴导师呢 也在线上的指导呢 改天可能我也是能够以学员的身份来参与的话呢 这就是一桩美式了 来我们就这张歌谱呢 是一整面的 我总是觉得 对好多老爸老妈呢 就是觉得太小了 不过我选这支歌曲呢 是因为它是两拍 而且呢 很节奏很鲜明 学起来也容易 所以我就把它破成两张 就这个样子 破成两张就大了 那么下一张呢就是 就是这一张 他有分成A B C D 看回去 他有分成A B C D 这些A B C D只是方便我们 看清楚是第几端而已 那么 下来这一张呢 就是A B 那么我们吹完A B的时候呢 我就会尽快的按一下接下去C D 就继续C D 准备大家的口琴 等一下呢 我们下半段 沈教练呢 会给大家用 知道大家用两支口琴 两支口琴 只有一个高半音的口琴呢 给大家吹另外一首歌曲 这两首我觉得 大家如果已经会懂得看简朴的话 是难不倒大家的 我相信在半个小时里面呢 我们可以 把这两首歌曲呢 学习 完成我们的学习 这首歌是月桃花 很轻松很活泼 这是两拍的 四拍二的 四拍二的 就是C key 谁用口琴吹起来呢 我是觉得很轻快很好听 大家如果已经开始了 看到这页谱呢 就忍不住 就要开始吹了 两拍歌曲 这里呢 就没有什么特别 他只不过说是第一拍呢 第一拍就是有四个音符 所以每一个呢 就是四分之一 四分之一的速度 那么来到这第二个拍呢 第二拍里面 大家剩半拍半拍 当然半拍就比四分之一拍慢一点点了 好 其实每一首歌曲都有速度 好速度 不过我们这种基础方的口琴呢 我们就没有过度好 注重那个速度 只要那个速度 让大家可以很舒服的 感得及吹奏这些音符呢 这些音阶或者音符 我觉得是很足够了的 当然还有一些喇叭喇 还想往更深一层的话呢 就我们等着下来 接着下来看看 我老婆老婆 他这个不获 unify 你是否还有在另做安排 好 我们就来 开始吹 找出你的拉 拉 我们就直接进入学习了 好 这里就是要突然 他还是属于在那个影子那边 Introduction那边 过门了 嗯 这里是我们先 不许这两行了哈 不许看 来我们再来过 来 还有一点要注意的就是这一排 好这一排 这一排呢是 有三个 有三个音 三个音符 那么 这里呢 记得一条线的呢 是半排而已 不过这这个拉收 两条线 所以就剩下 就是说他们两个 分享半拍 所以每一个人就剩下四分之一排 那个速度呢 就跟前面这一排给四个音符分享的速度是一样的 好 我们就听到 好 这两个音符就好像稍微快一点点 好 从这里呢 就要注意了 好 就要注意 好 因为我这首歌也是很少吹 因为我觉得太容易了 就没有去练习吹 反而 我们觉得容易的歌曲呢 因为少吹就变成不太熟练了 来我们再来过 可以啊 大家可以啊 来那么可以的话 我们开始进入歌曲了 好 记得 这个呢 他来到这 吹第一段 我们是来到1 好 不同结尾 不同 的结尾 不同结尾的重复 那么这里又重复回来这里 又重复b多一次 然后呢 1不用了 我们第二次重复的时候 我们就来到这个2了 好 2到这里呢 我会尽快把它进入 然后进入第二面 哎呀 哦 不行 我必须把 我必须把这些取掉 我不可以有 有这些 画笔 有画笔呢 我是不能够以第二张的 好 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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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第二面的时候 不要紧 我们再来过 这首歌应该 15分钟里面我们可以完成了这首歌 我们再来过 预备 3 2 1 1 2 2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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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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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很简单 你就是只要 敲准了 然后在那一排里面 完成四个音 或者两个音阶 整首歌曲就可以掌握了 只不过他因为他有加了一些 历史伴奏的 大家就很容易掌握 这首歌就这样 交给大家了 我们接下来 我们就来进入另外一首《少年的我》 也是 以前常听我爸爸在唱着在冲凉房里面唱着 觉得很好听 他也是轻松活泼的 那么他是 四排的歌曲 也是CK 就很好 我也是把他接着两个 两半 就是BAB 然后呢 过后呢 我们这有个CD 那么在这里呢 我要再强调一下 到底Dore中间有一个点 这个我上回有给大家讲过了 然后我们再来看看 其实这首歌曲呢 你看 如果说 这是一拍 一拍 两拍 然后这是第三拍 然后这里应该是四拍的 好 但是这一拍里面呢 这一个音符 他的一半让来前面了 所以就这个小黑点呢 这种情形 一拍的 有一个小黑点 我们就 把这整个 模式就叫做 小 副点 这首《少年的我》呢 有很多 小副点 就在你看这里 这里有个小副点 好 这里也是个小副点 好 然后 后面还有 然后下一张还有 这里也是一个小副点 所以有小副点的吹法 当然它不可以跟 这些Dore Mifa 没有小副点的 吹着的方式一样 它当然是前面一个音呢 会半拍再加多一个 四分之一拍 那么如果用数学方法讲究 这边的是四分之三拍 这个是四分之三 然后这边只剩下四分之一拍 不了 好 它不可以 这样吹就错了 你就 听不到《少年的我》的那个特色了 好 这边 有一个叫大副点 大副点就是 两拍 后面一拍的一半就让给前面了 意思就是说 好像是 这个mi 它是三拍的 它是三拍的 Soul 不是三拍 就是 一拍半的 然后剩下半拍呢 才是给这个 Soul 大家有听到 它的差别 这里呢 你看 它也有很多大副点 这种 一拍里面 让一半出来的 就会出现 一拍了多个小黑点的 这种情形 就叫做 大副点 我用 别的颜色 所以这是大副点 大副点的字 刚才我有预备了一下 给大家知道 大副点 这里就有个大副点 大副点 这小副点 这里是个大副点 这两拍呢 前面的是一拍半 后面那个音符剩下半拍 这大副点 还有吗 这没有了 所以 情况就是这样 这样我们认识了 我们就把它 去掉 避免它干扰 下一张 来看一下 这里呢 这里也是个小副点 这里有个大副点 好 这个小副点 这里有小副点 你看它整首歌曲 它这风格就是有很多 用小 小副点来 来 组成的一支歌曲 所以写歌人呢 他们都是有它的原理原则的 然后 这个大副点呢 就在这里 这也是一个大副点 同时的大副点 这也是一个大副点 所以大家就稍微认识一下一个比较正确的名词 OK 这样我们 大概 把这首歌的一些 特别的地方介绍了 我们就来 开始吹奏吧 好 我们有三张 第一张是 一整张的 然后这个的是有 加上一些 标明的 说明的 就来这首 记得 我们先来练习看 现在 我们先来练习看 中文字幕——YK 我们先到这里,这里有一点点的难度呢,就是 刚才如果你觉得开始有点难呢,你就 好,你这里就直接就拉两拍 好,就这个DOW DOW一拍再拉到一拍 你就可以省切这个 暂时作为初学者的话 你就 然后这就不要不吹它啦 还有一点点的地方要注意这首歌是有一点点的难的地方 我初学的时候也是有点会忽略的 就是我的鼠标 好,就是这个 鼠标整天跑不见 OK,好,这个 这个哦,所以这个ME呢 你拉了之后呢,就来到这里 再拉多半拍这里 拉多半拍 半拍ME的时候呢,才来 才来进入这个后半拍 才进入这个DOW 好,这边呢就是一拍 这是一拍 好,为什么呢?这是准备好 好,如果你觉得不要的话呢 好,这个也可以省略 一个省略 就是一个RAID了之后 就是拉一个 一拍 好,拉到一拍 就这个RAID是两拍啦 那么这个SO 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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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不用来了 但是 我告诉你 当你 在想进去省一层的时候 你会发觉 少了这两个SO 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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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觉得 哇,好像不能够满足我们的 音乐的那种欲望这样 好 但是无所谓 最开始呢 你来到这里你就 好,然后我们追完这个 你就跟 就跟着 这边的重复呢 E了之后 是重复回来这一边 重复回A 好 A来到第二行 最后一小节的时候 我们就才接来这个第二这里 在第二这边 OK 嗯 没有什么难题 我们再继续 好,就是注意这里 好 好 这边 就是 这个音乐不用另外吹了 你是把它这个 就好像 就好像 小 大幅点这样啦 就拉多半拍了之后 下半拍 才进入这个 D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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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三 二四 二四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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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我們再寫一陣子 好 大概這首歌曲就這樣來吹 那麼這裡就 一的結束 那一個二結束 我們就要 重複 重複回 它分了兩段很難看 來我們再來看 好我們A吹完之後 就接E 就重複A 然後就接B B吹 繼續吹到C 吹到C 然後就吹來D B吹來D之後 我們就要 他沒有著名 他沒有著名在哪裡 應該是要從頭開始 從頭開始 然後 然後 重複啊我們重複一次 然後來到B 第二次從這C了之後第二次我們重複了之後就來到這裡 不過我們在這線上學習呢我們就 不需要 重複這麼多次啊 我們就 再來這裡 繼續的 編繫 好我們大家一起用整整面的 OK 一二三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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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学生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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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久了,我们就可以掌握得更好了 这样接下来的时间呢 我们是要 神老师要用,指导我们用两只口径来吹奏 就由他来跟我们做示范 他要指导大家吹着手 老鹰之歌 老鹰之歌 来,神老师我把时间交给你 谢谢校长,谢谢林老师 谢谢群友们 给我们 度过个快乐的星期五 来,我 我大力的跟大家分享一些口径的 然后,等下又再交回给校长 那天我忘记,上个礼拜好像我也忘记给你们讲那个 装饰银,我才看到 装饰银呢就是 我讲是上个礼拜的 啊,装饰银呢通常我们是 哎呀,我是神尼傻银银 我们装饰银通常是从接音几个音 我们会 拉到那个音去 假如我们吹 拉走,拉走我们的 我们这个装饰银的 时间呢是 没有 没有恶外的时间的 他是 用在那个主音的地方 我们通常是高几个音,有什么乐器都可以用这种方法 如果我们吹 啊 啊 啊 同常我们是用第1个音,比较重要的音,我们加强那个音 这种装饰银,爬银不一样 爬银就是从 低音到高音 八度音 这个比较多的,我们加爬银 通常是接触一个音,或者是要特别强调那个音的时候 我们才用反应,通常用装饰银是 上面多一两个音就可以了 大家赢啊 还有呢,那今天我们大概讲是 呃 伴奏 低多孔的伴奏就是举巴 扩一点 我们 可以多一点,我们时候挡住这边 啊 我拿起来就很多的音 这样子也出于一种大伴奏 那我吹大伴奏小伴奏 我大伴奏我会吹到 那个孔间 可以吹到底 这个音 如果我们舌头拿起来呢 我们吹到四个音出来呢 这个叫做空气伴奏 这个叫做空气伴奏 就是舌头没有挡住的 我们要强调那个音的说 我用这种空气伴奏 我吹收 但是我吹到 手都没收 然后 这个我吹很多音的 就是说 空气伴奏 舌头没有 没有顶着啊 高音 低音伴奏就是 高音伴奏就是 舌头 挡住右边 然后我的 我的口琴 我的口 口琴没有变的 我的舌头在变 后面我的声音不要 这个我的舌头在左边 在右边不了 在左边的时候 叫做低音的 我关注低音的 我的舌头挡住右边的时候 这个就是如果舌头拿起来打回去 就是高音伴奏 通常低音伴奏用比较多 高音伴奏比较少用 低音伴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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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高音伴奏 我们还会懂的是 有些人口琴 相反位置吹呢 就是高音伴奏 听到吗 高音 高音伴奏 高音伴奏 我们练习听半度 比较適合 OK 请教掌放那个 劳音伺歌 啊 OK 我们 劳音伺歌这种口琴 这种呢 有一个半音 我们这个是用 西调的半音 高半音的西调 我们可以用 用正好一个音口琴,只要高半音就可以用这种方法出来 我们如果用两个口琴呢,高音的放在上面 三音的放在上面,我们的手推上推进,推上推进 看得到吗? 就是 我们推上推进不了啊 我们只要有一把口琴,我们什么歌都可以吹的 如果很多半音,我们可以用半音接口琴 但是,副音口琴,它声音比较饱满 我也比较喜欢吹副音口琴,它声音比较饱满 通常我们滑足的歌曲呢 它用到音是什么音呢? 用五个音,我们滑足的歌曲呢 五个音 通常用五个音就可以吹很多歌了的 我们也很少用到半音 西洋歌曲的时候就用到半音 如果你主要练习 西洋歌曲呢,就要 有一种半音比较好了啊 来,我们看这首歌,老硬直歌呢 我们推出去 推一会儿,对不对 低啊 我推 我们不是 不是头抬高,头低 我们是口琴好像 看一下 那我们是这样的啊 啊 他如果有一个高半音在 一小节里面呢 只要那个那个音 没有这么符号,他的音都是高半音的 我们看第三行的 那那个收呢,第三行的第六个小节呢 他的收是 啊,对对 他没有 接个符号高半音,但是这个音也是高半音的 同样的,我们看 啊 下面 你在拉下面 下面的 只要一小节里面 同样的音,他没有特别符号给我们 就是高半音的符号 啊,对对对对 对了,他放这边 我没有注意到啊 啊 这边呢 他 啊,对对对 那校长有特别强调那的收 他有三个收呢,全部都是高半音的 啊 啊,特别 他没有注明,但是三个收都是高半音的 啊,那这样啊,走一支 有 种子 还有呢,你们注意看他的 他的 咪,他有个零在前面的音呢,同样开始 有零前面的音都是 小声的,好,我们看这里啊 咪呢,都是在零在前面 零在前面过后的音都是小声的音来的 同样的,第1个音开始的咪 啊,这样也小声吧 啊 仍然是一种比较但比较好 一样仍然往后需要a些面子 这种比较精?」 仍然会提供出现 这边的喇的要搭成 因为这种就切分音他把那个强音拉来这里 OK啊 我们半音口琴我们可以吹很多歌曲 好像那天外讲的那个贺青年 要么吹 啊他少了一个音 我们也可以吹一首歌 如果你们有进去你们可以买一个半音口琴 买这样 那这首一首歌它有用到两个半音 所以如果有这半音口琴 弄起来 啊 还多歌曲就很好吹啊 我们吹这个 啊 这半音口琴这首歌本来他太多欢迎 但是我们可以随便练习这个音啊 半音口琴还有什么好用呢 有些歌曲到一半的时候我们也换掉了 啊 啊 那两样半音啊我一个人取的时候我们什么这样的口琴 都能够用的 除了这个半音呢 我们只要高半银,那我现在用高银半银的口径 我用低掉这个高半银的再加在上面 它变成下面了 那一样的高半银,我可以现在把这个高半银 再高多一个半银 只要高半银口径就可以拿来用这种口径了 我把这个更加高的银口径放在上面 一样的,只要高半银口径 只要一个高半银口径 我们就可以用在两个什么银都可以吹了的 ok 还有一点呢,那天有忘记给你们讲就是 我们的口径可以伴奏 我们的口径可以在 跟什么乐器伴奏都可以的 我们的口径呢就是 比钢琴的口径 我们其实是钢琴的,我们的高八度的银 高八度银就是 那我大概给你们讲 我们的钢琴呢就是钢琴啊 钢琴就是家庭啊 我们的口径是 其实我们的高八度银的,知道吗 我们的口径是高八度银的 就是高 口径高八度银,我们这种口径可以叫做 高音口径 高音口径 口径有很多种音 最低音的口径是什么口径呢 就是低音的口径 我这个口径是最低音的口径 我这种口径是 口径里面最低音的口径 就是低音的口径 我这个口径是 口琴里面最高音的口琴,d sharp的口琴,d调高半音口琴,这只口琴是最高口琴,这是最低音口琴 那如果这是最高音的口琴,没有这个音更加高了 这个低调,这个是d sharp调,中间还有很多只口琴 这个是最低的口琴,这种是最高的口琴 还有呢,我们的口琴呢,我们可以配跟,配跟那个,呃,液气 那我叫做这个口琴,我听到你们听到声里面,我不知道 是不是啊? 那我用鼓针配口琴,也能够配口琴呢,我们这样 拿来 那口琴跟口琴配在一起也可以,口琴可以跟任何音容乐器配在一起 你的二胡啊,琵琶啊,准备去,我们的口琴配在一起 那口琴,可以跟大家很合作在一起 在口琴,我们可以换很多种 有口琴中来用到的是,C调,D调,啊,C调,G调,F调 我们可以伴奏点来唱歌,也可以伴奏,可以跟很多种乐器配在一起 如果有,有其他乐器的朋友,可以跟他一起来 啊,我们可以,大家很高兴的合作在一起 就是最重要的呢,就是口琴,我们一个人吹的时候,我们什么吊的口琴都可以吹 但是如果要跟朋友合作在一起呢,我们就要配一样的吊 如果他的乐器呢,不一样的乐器,没有关系 他们的乐器能够变吊 我们的口琴,可以换口琴,我们就可以 跟他们参加一起联系了 OK,我看啊,大概是几点了 很好啊,我们大家在一起 很高兴的,有机会在一起 我感谢大家呢,就是 因为我们没有真正,我们不是专业的在教导口琴 我在,有时候我就感觉到,我好像没有教到什么东西 一下子林老师讲,这是最后一堂课了 我才教到,今好今天校长会会来 不然的话,我也很匆忙去了 OK,我看,就是希望呢,大家继续吹口琴 如果有什么问题,可以私下联络我啦 就是我们口琴,我们吹那些快乐的歌 我们所喜欢的歌,我们所认识的一些歌 其实口琴很适合吹这种歌曲的 我们还可以吹,马来歌,印度歌,泰国歌 什么歌都可以,所以我们口琴可以陪伴在我们身边 我最近也给他们练去一首歌,就是 那天我一个人吹的就是 那我们可以用这种口琴的技巧,技术的技巧是三点 那我们可以拉一下口琴,我们不要头,头不要转的嘛 我们头没有转的,是我们的口琴在拉完了 我们可以拉一下口琴,我们不要头,头不要转的嘛 那舌头和口,手在动不了 我们可以,如果一边,如果有拿麦表演的话呢 我们这样子拿麦呢,就不好表 我们拿口琴都要表演,我们就这样子拿 比较稳,然后我们的麦就放在中间 放在这边 口琴,记得不要这样子表演啊 这样表演我们的麦,我们的手银 很多人表演口琴呢 他们批评到口琴听不到声音,太小声了 对,我们最重要呢 表演的时候,这个麦,要靠近口琴 不要动到口琴,不要有这种声音的了 我们不要动到口琴,我们可以吹 来 我们可以拉一下,用声音 我们可以用打扮就 谢谢大家 我把时间交给曾教掌 OK 有你扶着一下,谢谢你啊 好的,好的 好 谢谢我们的,明天教练啊,沈教练 没有,好 没有,好 OK,好 他就展示给我们看看咯 很多乐器跟口琴呢都可以相配的 那么我们口琴不能变调 但是呢,钢琴啦,笛子啦,那些他都可以有变调 所以,我们当如果要合奏,要一起演出的时候 当然乐器,吉他也好,二弧也好,他们可以迁就我们的口琴 然后,只要来到C key呢,我们就可以一起演出了 嗯,每一种乐器说是最好,最好听 每一种乐器呢,都有每一种风格 就像歌星这样,他的声音低沉也好 他的声音很高昂,高昂也好 不过呢,或者是低音,中音 诶,能够唱出的歌曲,他都是好听的 所以,无论哪一个音乐,只要我们加以练习 练到很熟练,那么所吹奏出来的歌曲呢 其实都是好听的啦,都是好听的 那么这首,就是刚才,我们看到原来 如果有一个sharp在这里的话,一个高半音 我们就必须要用两只口琴的 要解决这个问题 就是当时,我们在初期第一堂课 我们有介绍过,可以买一把半音阶的口琴 东方鼎,有一种口琴是半音阶 它的口琴只有12个孔,或者是10个孔 那么来到高半音的时候呢,我们就只要把它 它有一个button,你只要按下去 那个音,你吹或者C呢,它就会变成高半音了 那个就很简便 只不过,那声音呢,它的歌声就别 它的琴声就不如我们这个24孔的口琴 毕竟24孔的口琴呢,它的声音是很响亮 很好听的 但是如果要,如果我们要有更高一层的 那么我觉得大家可以考虑多买一支半音阶的口琴 半音阶的口琴 好,来,这样我们今天的练习是接近尾声 不过沈教练呢,他很开心 跟大家度过这么多的日子 他是有要求说,可不可以我们来一张合照 快快的来一张合照可以吗 大家就,我先stop share一下 这样大家就快快开个镜头 那我们就留下一个 好,因为整教练呢,他常常会share在 这个Facebook里面呢,推广口琴 然后呢,也顺便给大家,然后指导一下 哎,你看我们也正在跟一批很爱好口琴的朋友呢 全马各地就一起在这里学习 其实我真正来说呢,我还不够资格来指导大家的 不过就因为沈教练的关系呢 我只好属中吴大将 廖花当先锋 就来这里跟大家一起上课 还有吗,还有,我看还有一些人 如果有多一点就更加理想了 至少第一面有满,25个人有满的话呢 就看起来就比较漂亮一点 大家都长得很好看呢,大家 如果再加上音乐的这个 能够把我们提升的更好 好,大家看着镜头哦,准备 我来拍一张哦,准备 准备 还有吗,还有继续的来 可以拿个口琴啊 这样知道我们是口琴的Gang 我们是口琴的Gang 很可惜,那个Paul Yong 我觉得他的口琴觉得很好的 不过他就是不能够解决那个声音出来啊 好,准备 3.2.1 好,成功了,等下我会把它发给 发给这个 沈教练,由他去 在Facebook里面发布,因为我个人是没有 在Facebook里面发布 诶,可以了,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我是想希望着 如果你们还继续讲却狗群 拜二或者拜五,你就可以参见我们的组络 其实我们有一个链接,只是说我们可以把这个链接 交给,我会交给这个小薇老师 他才有你们大家的WhatsApp 那么有他发给大家这个链接 每个星期二八点,或者每个星期五晚上八点呢 我们也是在有zoom,在那边就交流 大家就互相学习 然后有一些我们也会分享一些歌曲 将有一些新的歌曲 大家就不断不断的在里面 就可以不断的加强 然后,星期五晚上跟星期二晚上呢 星期五是比较初学 学班的有小同学的 不过,大同学也都可以来 也都欢迎大家 好了,这样今天呢 很感恩 我们有机缘跟小薇老师的团队 一起在线上呢 跟大家分享音乐 分享口情呢 真的太幸福了 太幸福了 我很感恩 很珍惜这样的机会 那么有机会呢 大家也可以不妨在线下 再如果你有朋友 或者有一些 像很流行那种市集啊 我们都去市集那边 就很自由 两三个小时在那边 对也吹 不对也在那边吹 所以都会得到一些掌声鼓励我们哦 这样当我们在线下 不断的表演的时候呢 就会发现到自己的不足 像刚才小薇老师放的那个视频 我觉得很好 不要 总是把自己当做不懂 我们就会想办法 就去不断的再去深 深入的去研究 去练习 去把它吹得更好 好,这样我就把时间再教 给我们的小薇老师 大家再见 最重要是身体健康 拜拜 好的,非常谢谢 谢谢沈平杰教练 还有郑昭雄两位教练 就是都很谦虚哦 对我们来说 其实你们就是我们很好的导师 那我们能够在这六个月 很有幸得到两位老师 播出他们的时间 很宝贵的时间 来给我们做这样的一个陪伴跟指导 我觉得是很幸福的事情了 对,真的很感恩很感恩 那对,我们两位来自北马的朋友 那我们当然也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 如果说你也想要 你有一技一技之长 然后你想要来这个平台 给老爸老妈做一些陪伴 做一些指导 我们也都非常非常的欢迎 因为这个平台呢 是属于我们老爸老妈阿公阿妈的平台哦 那有兴趣的朋友都欢迎联系我们 012-228-7762 012-228-7762 我们希望呢 我们相信我们老爸老妈阿公阿妈 一定有自己一定的这个专业智慧经验 一定能够在这个平台上 跟我们很多的朋友做分享的 真的 所以呢 你看我们沈教练 曾教练 两位你看就做了一个很好的一个示范 而且真的 我觉得就是六个月的陪伴 真的是一个很长的时间 他们能够给我们这样的承诺 然后能够给我们这样的一个陪伴 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珍贵的 错过的朋友不用担心 你们可以到我们的这个 不获YouTube或者是不获网站 去看回放 可以从第一堂课 曾教练开始一步一步带着我们 怎么吹这个口琴 从那一边开始慢慢一步一步来 那刚刚呢 曾教练跟沈教练有说 他们其实自己也有组了一个口琴团 那他们自己也平常在礼拜二跟礼拜五 都有上课 都有在交流学习 那我们也欢迎就是让曾教练 先把那个链接发到我们的zoom讲堂来 那让我们老爸老妈现在就可以 知道怎么样跟你们保持一个联系 好那我们一会呢 也会把它抄到我们的这个面子书去 让我们面子书的朋友 那也可以知道这个链接 那大家日后 喜欢口琴的朋友 继续跟着两位教练 继续跟着他们一起来学习 每一个星期有这样飞扬的这种口琴声 在空中 我不晓得对大家的这个意义是什么 但对我来说每一次这口琴声飞扬的时候 我都会想起我的父亲 我父亲以前我们在小的时候 也常常听他吹口琴 所以口琴对我来说是很美好的一件事情 好那我们在这边呢 那再一次感谢两位教练 然后呢 希望 未来还是有机会可以跟两位教练 交流 可以再继续学习 如果说 两位教练 没有时间的话 我们还是很欢迎 那我们也很鼓励我们老爸老妈 已经学会的 不要放弃 继继续继续的练习磨练 那我相信这个对大家的这个健康肺活量 其实是很好很好的一件事情 好 那我们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咯 刚刚也拍了大合照了 明天呢 是星期六 我们继续在健康养生课间 明天再见咯 两位教练 深深祝福 谢谢你们 我们有机会再见 拜拜 谢谢 明天你 是宝宝 就 你 谁 要 Andrew 你 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